2018 八国南南争霸赛 继国际篮球文化周一开赛 比赛将持续到22号 中国南南国奥队将迎战到大利亚 伊朗等7个国家的队伍 而在16日晚 该赛事也举办了一系列活动 同时也邀请到了中国南兰黄金一代的民宿们来参加 或许说到中国南兰黄金一代很多年轻的球迷 肯定会想到的 是以姚明为首的南兰 三大移动长城时代 他们杀进过奥运会前八 不过在此之前还有一个黄金时代时期 那就是以胡卫东 郑武 孙军为代表的小快灵阵容 他们曾在1996年亚特兰奥运会首次闯金前八 创造了历史 那时候的主帅是蒋兴权 如今多年过去 此番借助这个机会 众人再度聚首在一起 可谓是令球迷们类根 在活动现场 李小勇 郑武 孙军 胡卫东 吴庆龙 刘玉洞 龚小斌 丹韬 以及78岁老帅蒋兴权也纷纷到场参加活动 从照片上看 战神刘玉洞依旧是那么的霸气十足 而78岁老帅蒋兴权则一头白发 但看起来精神饱满 值得一提的是 蒋兴权被誉为中国篮球的教父 一生都奉献在篮球上 年轻时曾担任国家队主教练 多次获得亚锦赛亚远会的冠军 蒋兴权最喜欢的就是发学有潜力的年轻球员 对他进行培养 当年蒋兴权破格将14岁的李小旭进入国家一队就是最好的证明 如今78岁的蒋兴权依旧活跃在赛场上 担任着浙江队骨 问一直 除蒋兴权外 黄金一带的队员们也都还活跃在赛场上 不过是以球队教练 球队精力一职 肩上担负着更重要的职责 虽说他们不再是球场中央的焦点 但他们却继续为中国篮球做出贡献 更详细了解赛事信息 敬请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福建省篮球协会 最后小编希望大家积极投稿 把福建省类篮球赛事推广传播 让更多人参与福建篮球体育 微博 福建篮球协会更多篮球赛事场 爱关注福建省篮球协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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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